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16号 新州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 但直到10天之后 新州政府才提出封锁四个地方政府辖区 针对这一问题 钱特表示 从当时的疫情防控来看 病毒传播已经得到控制 但是直到6月23号才发现主要集中在西霍克斯顿生日聚会上 一直未被发现的传播毒株 新州州长贝吉连此前暗示 本月底之前 如果新州50%民众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相关限制会有所放松 鉴于此 钱特表示 目前设置这一指标为时尚早 不过钱特也表示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 有希望达到这一目标 维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20例 其中5例感染源未知 维州政府宣布 墨尔本封锁将延长7天 至8月19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 5个离家理由保持不便 分别是打疫苗 医疗护理 购买必需品 锻炼 被允许的工作 此外 墨尔本民众必须在离家5公里范围之内活动 再来关注新州最新疫情数据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344例 其中229例感染源未知 65例确诊之前在社区活动 确诊病例当中112例来自悉尼西南区 110例来自悉尼西区 43例来自兰山 29例来自悉尼内城区 23例来自悉尼东南区 14例来自亨特新英格兰 7例来自悉尼北区 2例来自中央海岸 1例来自新州北部地区 1例来自新州伊拉瓦拉 新州卫生厅今天报告2例死亡病例 分别是悉尼北区北海滩医院 一名30多岁男性 悉尼西南区Concord医院 一名90多岁男性 至此新州本轮疫情死亡病例 累计达到34例 截至目前374例患者住院 62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29例需要使用呼吸机 截至昨天晚上8点 过去24小时之内 新州共检测119256人次 疫苗接种30510剂 好了一上就是本期晚报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